今天的裁判员三位 宋小敬 李承欣和陆涛 主裁和二父都是来自于浙江 陆涛的父亲是前CBA的资深的国际纪裁判 现在也是资深的技术代表陆平先生 上海哔哩哩哩南南的首发今天 卢伟 张兆旭 看样子是小诗要首发吗 一会儿我们再看 今天对面那边蔡里龙 兰德里 李安 高士岩和崔敬明 在今年的吉林队这边之所以 我们说他的国内球员有所补强 是因为他从辽宁这边 租界交流了联明和高士岩这两个队员 高士岩的能力不用说了 联明是辽宁队这么多年来的内线的 一个主要轮快 其实他这批国内球员 总的来看还真是不错的 目前这个排名对于他来说 我们三系是有点偏低的 但也是符合今年整个CBA赛季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真的弱队也不弱 除了八一之外 没有真的是很弱的球队 是 就在今天CBA联赛官方是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注册的改变通知 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俱乐部将原视频分析师出现在画面当中的胡安安东尼奥来自西班牙 注册为该俱乐部教练员 那么原教练员金融职呢作为助理教练在球队席就坐 也就是说呢 他们对于队内的教练员的这个职责进行了更替 但其实我估计原来可能也是这老外负责 只不过现在是把这个原来名不正言不顺 现在名正言顺 对啊 要不然做不上去 这就是卡尔兰德里 在2015到16赛季的NBA 他还可以场军拿下9分 拿下6个篮目球 这个队员是火箭帮的重要成员 中国球迷看到他亲切 兰德里对于基金来说他也没有一个完全的运用好 他整个发挥来看时尔不错 时尔有些低 其实他的特点是很明确的 他的断节不错 内心的攻击呢 也不是那种纯一打一个类型的 但穿搭进攻是他的强项 其实他的篮板球还是不错的 兰德里呢 当时其实北京队想过要签他 但是考虑到他去年因为受伤 一年没有打 所以出于伤病风险考虑呢 还是签了去年在联盟当中打球的汉米尔顿 高杰 特号 李安 十号 军季旅 二十号 二十号 李安这么听的有点 有点失忆啊 李安 这个梁军队 吉林队这注册队员里还有一个叫江门的 是 你不知道的是看CBA 不知道以为看这金马奖呢 嗯 这个一位高兴快乐 来报报 谢谢 哎 哎 上来 上来队员好像愣了一下啊 呦 呦 上来全场防守 哦 呃 这也是只是对姬末去的啊 看看对于四月城 我也是贴挺蛮紧的 也贴挺紧的啊 这个吉林今天是想拼了命了 这是干嘛呀啊 就想咬上海队一口啊 那是 你现在这个排名看了 离我也不远嘛 不咬你咬谁呢 这个就是你前面几场球啊 输了以后的致命之处 嗯 现在大家都觉得打你有机会 不怕你了 我就是输你一段呢 我落入十里分 我相信我最后拼我能咬回来 是 因为我们的进攻的得分方法太明确了 嗯 我们的国内队员加一起 就是 现在就很难有人上双了 嗯 或者加一起很难超过三分之一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是 啊 顶其想要三分的 没往里走 今天上海队的先发呢 是把施宇晨和吉姆尔放在先发阵容当中 再加上儒尾 这是一个三巧的先发 然后再加张兆旭和曾文鼎 不要前锋 三个后卫加两个内线 呦 哎 哎 哎 感觉好像没回过神啊 这场呢是等于三天打两个客场 而且打长军这个客场很急劳的 嗯 所以比较远 好球 球队应该是前天晚上回到上海 昨天出发的 对 打江苏呢 包括打周边的你像广煞呀 一屋啊 这种客场 今年当然没有一屋 今年都在杭州了啊 呃 上海的一般都是当夜回来 是 实际杭州回来还挺方便 一屋回来 往上一杯高铁 对 还得开大巴 还得开大巴 挺累的 好在呢 就是江苏呢 那今天就是他主场到苏州去了 苏州过来真是非常方便 更近更近 哇都是坚决不给机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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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条龙啊 帮机 是雨晨 哎呦 这球换什么 好像是这边篮德里斯眼睛被打到了 这财犯请求暂停 口香糖 什么情况 这是 引进眼镜 引进眼镜掉了 你舔一舔带脏不脏 厂边有矿泉水 你冲一下 你发现了很多在NBA打球的球员都带牙套 对 来了CBA几乎都不带 这是 觉得在CBA这个有信心 这强度没那么大 兰德里是当年牙齿针受过伤的 他防诺维斯基 然后诺维斯基一肘打在他的嘴上 当场牙齿就没了 少了两颗牙 现场地上找到一颗 还有一颗怎么找也找不到 然后回头在小牛队更衣室里头 在诺维斯基的胳膊上面找到了 嵌到诺维斯基的肉里边去 这很恐怖 那德克也不疼吗 德克疼 德克就回去缝伤口 医生一缝伤口 说怎么还有颗牙在里边 我对方这个夹击的非常果断 嗯 因为斯基成呢 虽然对于球的控制力是不错的 但是他唯一的 就速度太慢了 是 他就是有这个加速过你那一下 这一下他没有 对 哦 勾施言 其实吉林这个阵容啊 我都包括他这次球队来看 他的重点进攻的方法不是很明确 嗯 感觉好像谁状态不错可以打了 是 好球 哎呀哎呦好球差一点好球啊 他的这套阵容里边呢没有绝对的大个 李安是一个四号位其实啊 所以他今年把忠诚给到辽宁啊换来联名的话 我按个人实力来看那我觉得更觉得可能忠诚更强一些 是 上海冰冰队请求坏人 上海队要换啊 把施语成换下换上罗汉琛 也是刚才那个失误啊 刚才那个失误导致直接换人 是 脱 都这样 基本谁出空位或者自己持球打就结束了 是 没有一个多余的好动 那好像也就前两波贴的很 哎呀啊 阿鼎这个传统 地外 难道里 要打张宁 哎呦 这控制放归啊 金燕球 预判阿鼎是要动手了 嗯 嗯 蓝道里这个赛季在CBA平均每场可以拿下27.6分 外加12个篮板球 两个助攻 1.3次抢断 27分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个上限 他能力应该可以再往上走一些 是 他要搁在上海队呢 我估计他这得分还能再高一点 对 说实话 他这个特点啊 其实还挺适合上海队 他能里能外 他能里能外 而且呢他在场上的打球拼啊 对 对抗好 上海队其实 他找到一个大量的运行 这两个牛的老板也找到成功的都是对抗好 对包括你今天看到 我们看到北京跟他的内线去换 包括深圳他内线去换 他说攻击力并不一定是更强 但是你说他的篮球对抗更强了 对 张朝旭 前场球 这一球呢裁判只是给了一个前场球 他那边切的干净 对 事与没犯规 张朝旭呢 说我是投篮犯规 采访说我又不是吹犯规 去年我们在这个场地上面啊 当时对面还有甲巴里布朗 我们打到最后一分钟 最后赛后呢 裁判的一个关键犯法 上海队吃亏了 赛后刘鹏因为攻击裁判 还被停赛 那是我们上个赛季 输的几场不应该的球 但今时不同往日 物是人非 鸡膜这么大 就不大合理了 网友乱斗黑语发来留言说 上海队这两个外援 现在让人想起了赛季结束阶段 上岗队的沃尔克和奥斯卡 这个不是说其他队员没机会 而是说呢 打到后面变成这个外援依赖了 我觉得 那上岗那两个比呢 可能在球队的能力的比较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上岗是一个整体的球队 它组织的不错 但我们这次球队来看 我们政治国内球员很差吗 我觉得不是 我们有卢伟 有阿鼎 还有罗汉琛 都是有一定特点的球员 但是如何去把它组织 是这些球队的大问题 看来 你还你还你还挺关心足球啊 说说话我评论书都看得比较就更多 哎呦 我就想到大家常用那那那表情啊 就是那个泰伦卢那个那个表情歪着嘴 说你还挺懂球啊 看我一会微信上发给你 哈哈哈哈 10比6啊 这样又判了曾文鼎一个掩护犯规 曾文鼎今天第二个犯规了再看 曾文鼎这是对高尸妍 这个可惜了 因为因为寂寞的球应该进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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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了 上海队呢 这个绝对的内战高度优势 其实这种快上球我们是不怕的 对 但是怕是怕的呢 对方一扔以后啊 麦克斯补出去的 接下来二次篮板一定要小心 对 好在今天啊 有曾文鼎和张道区这个老搭档在 嗯 好一些 王安东你要 嗯 西班牙教练 好球 哎 来 呦 上海没有中 嗯 有个翻手腕的动作可惜了 好 阿鼎单防也防一下了 好球 反击来 去吧 提马 等一等队友 没有教导掩护 哦 哦 哦 球场绊起来 吉林队 这个好像 照理说应该是对方 背后有捅球 从动作的主动主动性来看 应该是对方捅了球 嗯 裁判是说 最后你继续还是碰到了 哦 如果 如果 这个 吹划是这个尺度的话 嗯 就有点讨厌 嗯 能不能感受到就是 哇 漂亮 说实话 今年前面的比赛 我们打不到看裁判少人的份儿呢 对对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开始关注这个 好球 卢伟 这也是原来吉林队的旧将 实际卢伟这个点 我们一直 我们去年这个赛季用的相当不错 嗯 但今年有时好 但是大部分时间卢伟这个点是没有开的 开局不错 对 人胜那段时间不错 这段时间 他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衰竭 怎么球啊 看他整个触手圈就可以看到 卢伟很多球都抢了出来的 嗯 就刚才那个结果算好的了 是 是 金马 拖 好球 你看想要哨子你是要不到的 嗯 随便你怎么扭腰 嗯 裁判者只当没看见 嗯 但这个动作应该还OK 是 隋近平 是 这个孙军的外省 也是属于我们说的球二代 进来 进来 隋得里 头中两分 对方错 对方错季末真错的是非常贴身 是 啊 身后 嗯 这个就很明确的身后呢 季末一刹车 你基本就犯规了 哎 是 嗯 双方坏人 网红坏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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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队要换人 换上明娜拉斯 这段打的还还ok的 有明娜拉斯打 是让金门要休息一下 明娜拉斯呢确实最近 尤其是上一场打江苏 他表现还不错 明娜拉斯也不大会传球的那种 他的小球处理是比较弱的 这个西班牙教练长得有点像这种鞋子 他在2008年到2011年当过西班牙国家队的助理教练 包括2012年到2014年 他是当时西班牙国家队的教练 拿过欧锦赛的季军 混乱会银牌 当时他是国家队教练的成员 这个战术是固定战术对方早就知吧 如果我们说研究过录像的话 这是一个传球点 明娜拉斯在往里要 看看明娜拉斯第一位 哎呦哎呦哎呦我判了一个围体啊 才来这下也是很果断啊 明娜拉斯应该是有一个报复动作啊 再看一下 哦这个太明显了 围体犯规两发一致 对对方拆长翼的犯规 我记得我们在之前 好像在尤其在去年这个赛季的时候 我们不光寂寞这个点能打开 整个球队在打出高潮的时候 真的不是他一个点 对 嗯是很多点的同时在开 包括叫卢伟东东点三公球 都是可以连续射进的 是 不光是一场起来经常会出现 那也是的确是因为小雨的缺失啊 那小雨那个点可能在球队来说 支撑会更重要一些 是 三分球呢没有投中 但是南部球刚好是被对方李安拿到 切入 哎呦在内传内 复杂的 小罗 翟毅 米娜拉斯 哎呦好球好球 还不错啊 这个李安如果位置卡得非常不错 如果手不动的话 米娜拉斯是个壮人啊 哈哈哈哈 米娜拉斯啊 呃这几场比赛开始敢于往里打了 嗯啊 现在是不飘外面了啊 他可能队友突的时候 我能往外弹一下啊 以前是里面就不去的 我就外面站着啊 是啊 从这个圈一直绕着这个圈跑一圈呢 嗯 现在这个很明确就一定是球队要求的 你不能再这么站在外面 是 你这么站在外面啊 这个球队需要你的东西 不完全在外面 不光是不准站 其二他必须要你攻 是 呃内心的要位米娜拉斯 这个三场或者四场球 是明显比之前多的太多了 这个还是可以看到教练组的这种调整啊 但是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传球 对 这一点他如果 测影球美啊 对他这个点那你去攻没问题 那有一些命中率 但如果只是攻没有传的话 我们说话说这种打得很别扭 是 是 里面空了 哎 哎 哎呦 震一下 又露一个篮球 又露一个 哎 麦克斯一旦下 我们的篮板球 而且对方如果一旦打激动了 我们的人一旦错位啊 里里里里歪歪一错 完了 是 娜拉斯这个主动到外线去接了 再递个队友 哎 哎 又一个失误啊 宅毅 憋着劲回来的想干 但是这一减速呢 宅毅这个节奏没了 那现在这种后卫啊 打球都有经验啊 哎 你知道扣篮王在后面跟着 我三步往上跨的话 基本就是个帽 是 知道宅毅的特别啊 嗯 宇娜拉斯直接扔好球 18比19 这也是被对方卡到一个有优势的柜子 连续三个回合露后场篮球 只要张兆旭一下 我们的这后场篮球就非常困 实际我们看到的是 宅毅跟他之间的一个对抗处 在一个不利的位置 嗯 但是错应该在之前 宅毅也没顶到一个他有利的位置 是 让他顶进来了 对 哎 哎 哎 还好这次他们球终于是守住了 米拉拉斯 早就该传了 这个两下多余韵的 年球 判了篮下这边戴怀博顶董汉林的时候犯规 戴怀博也是今年吉林队重点引进的一个队员 去年其实打我们的几核赛当中 他代表深圳队打得非常好 所以这么吉林子面实力不差 不差 对 真不差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赛季中段 把这个西班牙的教练换过 也就这个意思 看来是孙军不满意 对 说今年是难打 应该还有山西的 是 山西他的队如果捏得好随时能往上走 是 山西已经换外援了 换了沃伦 换掉了 换掉了这个张宁斯 好球 戴怀博 戴怀博和推进门之间的配合 哎呦 哎 哎 这什么动作 这个篮板球感觉是对方碰的吧 董汉林提议录像回看 感觉应该对方碰的 呃 裁判员自己呢要统一一下 啊改了吗 应该是改了 啊改了啊对 底线裁判改了 因为我从身外来看戴华博是有一个手臂往外撑的动作 没错 没错 再看罗织这一下球掉了 实际罗织这个有走步嫌疑的 有两次嫌疑的 对 除非呢就是裁判判你就是被人切掉 对对 好球 回幅 援上海队的外援 可惜到上海队很快呢 因为手部骨折 不得不把他换掉 换了昆虚度比 对方这个转的非常棒 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弹 一捕到里面外面就漏了 哎呦这个手不能再往上扛 有一个围体犯规了 明达拉斯这个动作太大了 两个围体犯规就再见了 哎呦对方对象够狠 这个动作应该也是一个围体 嗯 这个动作应该也是一个围体 就是你拉住不撒手 对 一定是可以判的啊 再看张彪 应该是可以判的 嗯 因为动作够大了 是 张彪是吉林队的队长 普通犯规 但是呢给了投篮犯规 来 两罚全中 双方第一节呢 打的效率都不算高 嗯 这么打打我感觉两个队时的也真就差不多 你别看吉林比你少是个三藏 你说我强在哪 你真没有 张彪 又是这种低级的多打少传球失误 嗯 对 对 该给两分不给 最后让人家打进 非常可惜 26比22 现在第一节比赛的主场作战的吉林队领先4分 我们无法留住历史 但有一种尊贵可以 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所助尊贵如初 天真共权 至真之选 金共权 五星体育CBA赛事直播由欧北清咖啡因洗发录特约播出 梁明 手足了 关键时刻不靠谱 为我呢 一二就这么抱 饿祸 来靠施力架吧 怎么样 嗯 来这 施力架 横扫饥饿 做回自己 喜利非常注重家族传统 我的家族传统就是由我负责卖离 这个是给我爸爸 这个是给我的 这也是给你 有时候 你也要犒赏一下自己 总有新发现 德国欧北清咖啡因洗发录 五星体育战略合作品牌 普通时 你不会如此粗暴 但普通电动剂取刀却在你脸上 反复划圈 让脸部三角区显得暗沉 试试极烈风影至顺 一刮到底 让脸部三角区活力重现 搜索极烈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天窝集团 金共权特约赞助播出的2017 到18赛季的CBA联赛 第一节比赛 上海队在场上落后对手4分 其实呢 吉林队队你说要打得多高水平 真的谈不上 但是上海队这个第一失误多 第二呢落后着篮球 你输4分也就不奇怪了 对 我们的底牌都放在桌面上 这么看看的话 我们真没比对方有多强 是 这样这比赛 双方圆上来 但是上海队点 我拿一下 把他打上海队天 让他达到上海队点 排名上升的话 这场对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对 他又是主场 对啊 今天无论如何得拿下 你要说呢 最后就是有一个向前挺身的这个动作 我是觉得上海队应该是 我们靠外员攻这点是没有问题 那攻的同时 是否可以给国内球员更多的一些穿插 或者是更多一些辅助进攻的机会呢 那从纯攻 我们看到结果并不好 是 你篮板球解决不了 可能现在我们目前能力摆在这个地方 可能一下 你说完全能转变到篮板球 超越对方每场五个十个之上 这是的确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我们的攻击点上 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改变 打法可以做改变 是 transmit 安全 是 听说 太重了 他 也 听说 基本上 我们可以试试 我们可以试试 这点 我们可以试试 就是 我们可以试试 对 基本就姬末的动作 他都吃 都不吃黄 是 完全能粘着 就像是一个每天跟姬末在一起打球 对姬末非常熟 非常熟 非常熟 你其实一个赛季 你常规赛就打两次 彼此之间呢 没有那么熟的 对 实际有些好的球员呢 他如果知道这场球的任务是干嘛的话 还是会自己去看一些 对 证明 证明球员的习惯动作 会花点工夫的 实际是可以判断有做预判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有视频剪辑师嘛 对 可以把这名球员的所有的视频 所有的动作 他可以一针一针的去把它给你放出来 尤其是弗雷赛特 对 这个是重点人 弗雷赛特他 比方说两个低脚他不怎么投的 嗯 快攻球他的处理 直线跟曲线他是很明确的 是 他这两个是很明显两个特点 呦 看一看啊 聪明 你看 聪明啊 夏尔利昌这个防守 防守都一下挺好的 你看这个 3-2也不像3-2 1-3-1 不像1-3-1 但是任何的一个联防 刚才蓝德里这个投篮点是致命的 是 要追一個 要追一個 為伏 蔡亮來防為伏 為伏 體前變下 那個是被點了 蔡亮接 感覺為伏打球沒以前那麼多了 這又一個 又一個進攻犯規 今天判上海隊進攻犯規判了多少個了 撞人 掩護撞人有幾個 掩護就兩個 掩護就兩個 撞人一個 然後呢 前面還判了米拉拉斯一個圍體 四個 這才打了第二截剛開始啊 出球啊 你看 來 哎 米拉拉斯這個傳球 這怎麼想的 這 早就該出球了 米拉拉斯傳球確實是有他的問題的 嗯 還好這次吉姆爾是投進了 沒有 因為這一個糟糕的傳球選擇呢 最後釀成後果 這球呢 70%是怪米拉拉斯 30%怪樓岸塵 嗯 跑得太中間了 是 歐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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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負 啊 唯負現在打球的時候比較合理 對 來 啊你看 這樣如果傳傳投投 還能保持一個高冰中率 那這種球員就很可怕了 你這個節奏好啊 嗯 你想想之前我們主場書浙江對面那威慕斯 就是這樣啊 對 那打的你很難受 對 你吉姆爾 你從上半場你就開始這麼大 說實話 难以持久 这怎么又失误了呢 哇 这 这个半场失误 奔十个去了 奔十个去了 我们看这哥尔直挠头 因为你犯规已经四个了 对 赵丹平吧 赵丹平吧 维福的身份呢 没有布鲁克斯那么准 但是他拔的高 是 我们无法留住历史 但有一种尊贵可以 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所住尊贵如初 天真共权 至真之选 金共权 德国护发科技 当头发生长衰退时 越来越多的男士 选择欧贝青咖啡因洗发路 洗发过程中 咖啡因会渗透毛囊 为发根提供活力 欧贝青男士咖啡因洗发路 德国护发科技 五星体育CBA赛事直播 由欧贝青咖啡因洗发路 特约播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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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说连败 不连败不连败的再其次 今天这场比赛 现在两个最主要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 这个客场比赛环境的困难 财阵员包括对于这个场地的感觉 第二个困难呢 今天我们的外语言 从目前来看 在心态的这种定位上面是比较急的 2017-18赛季CBA直播指定产品 欧被清咖啡因洗发录 犯规 高诗言 现在季末接个球基本都是在三分线之外两米至少 高诗言 辽宁的队员这个单兵防守非常凶 实际辽宁有很多种小个球员 他那时候可以交流给吉林那挺好的 什么时候给我们交流一个 好球 好球 哦呦 来这里还身体强了 那些一个一旦我们张道序不在的话 像男的男的这个能力往里冲 挡不了 重新换回中锋李安 把张彪换下 李安更高一些 上海队换下菜量 换上翟翼 对位的换人 比分落后一些呢 但是比较心急的 分数差的也并不多 球队去打客场之前应该也是做好一些困难的准备的 对 比较大师要持球打吗 嗯 还是给了 让吉莫往底线挂 米拉斯 哎 这个战术还打得不错啊 假掩护 嗯 吉莫是没有找上线要求直接从底线挂走 这样的话呢 米拉拉斯的机会就来了 哎 难道里没动 三对一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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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进呢 让对面胡安安东尼奥叫暂停了 这个教练看起来真是学球气重啊 嗯 但其实人家是个打球的出身 嗯 你看看 同样是打篮球出身 这你知道 你看起来就比较比较豪放 嗯 这个对面人家看起来就输卷机比较多 这个比方打到我身上来 我吃不下 哈哈哈 为什么我会想到用豪放来形容 嗯 哈哈哈 对啊 粗豪 嗯 也不是 其实 其实 其实蛮优雅的 嗯 对嘛 我觉得这两期用我身上 嗯 略微有点过嘛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段时间还不错啊 反手把对方打成了 这段时间还不错啊 真是在咱们的录合 是 您的同样不错啊 这篇文章手要不错啊 没什么啊 那张赛 按尽管 现场 这篇文章手要不错啊 吗 这篇文章手要不错啊 不知道是让他赛之初 他那么一样完美 这段时间呢 在因为在篮球上面 他在上面保护有点问题 教练员对他的时针上面 好像也不像赛季开局的时候 那么放心了 其实我觉得阿鼎啊 我个人觉得是不错 他的防守能力 防守经验都是很老道 没错 这球空间好球 金沫这球还是后备的底子 好球这样只剩一分了 对方上来还是一个失误 23的站位 对 跟了 来那里 没给啊 这哨子没给 也是个23联防 底线可以跟 那跟呢不是跟外线 是跟内线 也有点意思啊 但不管怎么说 主要是明确的一种防法都是可以 是 又是刚才那个战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 好球好球 还被打明白吗 明达拉斯不是做掩护的 对 他那个其实是一个掩护 其实是小罗给明达拉斯做掩护 对就是个假掩护嘛 对 两个打的一模一样的打法 六分 对面 我闻为福 没有中 长篮板反击 吉姆尔要自己来了 要自己来了 吉姆尔一看呢 先回头看看明达拉斯 有点远 六分跟着有点远 而且他的预判呢 明达拉斯身后还有个防守者 是 感觉就给他机会并不好 吉姆尔走上发球线 对面的这段时间 也是在阵容上面做了调整 换上了3号姚天一 来防弗雷泰特 对了 姚天一这个队员受身体条件的限制 个人进攻一般 有篮 原来是东北师大附中南篮的 东北师大应该就是在吉林 12比0啊 怪不得 这宅以防伪服不用贴那么那么紧 对 他可以留下空间 他不是那种布鲁克斯直接可以干拔 虽然韦夫拔得也很高 但他拔的命中率是差很多了 没有那么高 没那么高 不用怕 可以仰手就行 董上林 这下不错 吉林这进攻失误啊 这段时间还在延续 这段的上去好是好在 都是得分的都能抓得住 你看看 你看看 都能抓得住 都进了 那这15比0了 15比0 吉林一个暂停喊了也没用 西班牙国家队教练也不好使 打了个5比0喊的 对吧 一个3分一个2分吧 对 现在又打了个10比0 犯规了 一支成熟的球队呢 一个标志就是说 我可能连续10分 不会很多的 可能我连续10个7 8分会有 但我连续10几分 这种状况是很少会发生 没错没错 尤其在一个暂停之后 我还在连续的失误 那说明这次球队并不成熟 这个教练 他是11月底刚刚到队 11月20几号和球队签约 那么最近是刚刚扶正 他对球队改造的这个时间呢 现在也是很有限 那是 再添财的教练也做不到 这个只有在CBA摸打滚爬过的 了解球队差不多情况的 那还可以 如果只是一个刚来的 那神仙也不可能做得到 CBA赛季中换帅呢 多数一般都是 队内的教练组团队 换一个上来 这个你在海外 换一个教练上来呢 不多见 上海队原来试过 换了贝弗里奇 这个包括 今年四川现在换了 四川把原来天津队 那个美国教练 拉过去做执行教练 那么杨岛呢 现在是升做总教练 你懂的 这个也叫升职 这个升职用的有点 好好好 你懂的 有工资还得给嘛 你也不能做副教练 那就比总教练 我跟你说 CBA没有因为成绩下课的教练 CBA只有因为身体原因 因为个人原因下课 我见过最接近 因为成绩原因下课的是 就是上海队前年的教练 马云南指导 因为理念原因下课 这个都算给 哎 这就是你懂的啊 给余地的啊 江湖 这江湖规矩这就是啊 嗯 今晚这边和宋晓静在交流 呃 宋晓静吹上海队的比赛是很多的啊 因为他是来自于浙江平行 浙江同乡 那么因为有一些上海队主场的比赛呢 有就近的这些原则 经常会安排他来吹 而且篮子里这段时间好像 进攻欲望也不强 对 对 这个连防守得呢 好像对方破的也不怎么好啊 嗯 正面 高诗言 啊 投进了 高诗言原来在辽宁队穿一号 他是有能力的 把他放出来呢 确实对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展示的舞台 呦 拦下假动作 是 明大拉斯这个内线的打法呢 跟我们传统的四号位 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四号位像董汉林的动作就很标准 是 扎住了 然后晃啊晃啊晃 有个小步的往前跨跨啊 或者转身都可以 明大拉斯就是 一二三 然后给你干十的 是 也的确 因为他不具备四号位的中风部 他只是个能投的一个三号位 涨了一个四号位的身高 哈哈哈 好球 上海队率先来到五十分 五十一比四十三 回扶 上海队坚决夹击 兰德里也没坚持打 这波防守应该说不错 上海队 脚下软了 高尸岩 篮板球 篮板球看看 还是兰德里比达拉斯厉害 这个就很明显了 这是兰德里厉害 球在中间 同时起跳 然后身位相同 这个就很明显了 兰德里一张胳膊 这个米达拉斯就跳不起来了 我觉得米达拉斯 他跑跳能力应该是不错的 但他原地起跳 包括他的连续弹跳 是比较差的 是 对 就是一个连续爆发力 对 一下可能还可以 那第二下可能没得比了 但是篮板球在篮底 就是靠着连续弹跳 你看那时候 我记得楼德曼的篮板球 他膝关节差不多在一个 85度的角度 他就不用再往下蹲了 啪啪就起了 那种就是非常 他刚刚弹得非常快的那种 是 篮德里这罚球也够慢 篮德里是0708那支火箭队当中的新雄 当时一个卡尔兰德里 一个阿隆布鲁克斯 都是打出来的新雄 好球 翟翼 这里这么坚决 是 翟翼去年在这儿投中三分球之后 对着对面教练席 邓华德比了一个三分手 是被判了一个技术犯规 对 今天今天来了不投三分了 呵 啊 如果他俩一旦打串联满蓝房呢 是 他俩在火箭队做过队友 嗯 哇 根本就没管你人在不在 对着框就直接投 这两下晃得呢 韦夫自己重心就没了 浮度够大 加速 金马 哎呀 篮板球 好球 翟翼 外线 明达拉斯再投三分 还有篮板 弗里戴特 运气不错 啊 叫掩护 小董的掩护 金马 空中蹲跳 哎呦 这个算不算啊 应该算啊 算算算 中央裁判是以两分有效 嗯 算 神奇的两分 这段时间球运真在上海队 对 从长篮板全掉上海队手上 哎 这运气啊 希望能够留得更久一些 金马 边角停球 翟翼 左手运球 米达拉斯 米达拉斯靠打 呦 造成犯规 好球 还算 两分有效 你看米达拉斯这个走路的样子啊 嗯 还是蛮霸气的 蛮社会的啊 给他穿个西装 拿个冲锋枪 样子应该不错 不是 你拍吴宇森电影是吧 一定要拿那个乌奇冲锋枪 那个以色列那个单霸冲锋枪 是 你就说人家像黑社会吗 是 没有了 那米达拉斯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喜欢阅读的人 而且 而且喜欢看哲学类和侦探小说 就喜欢看这个烧脑的书 很有意思 对方换下张标 张标四次犯规了 上半场还剩下不到两分钟 上半场还剩下不到两分钟 上半场还剩下了 下半场我没有 candidates 可以让他准备病 如果把他柔车都 Karo 还不接下来 顺利的 走 就是了 还撒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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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已经傻了 这个居然没能防了 吉林的内线防守不好 他今天的防守重点在金门身上 这个上篮那个三板斧做的还不错 吉林 那打着打着呢 远样还是得露 毕竟我们说过 这是CBA其中 底蕴不强的球队其中之一 他的防守强度坚持不到军场 对 对 那不像辽宁 辽宁是越到越靠后越厉害 米拉拉斯第四次犯规了 把他换下来 这是个隐患 是 不过他下半场也就 正常情况下主要就是用一截 现在让他休息一下 后边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现在上海这暂时在场上只有一个外援 让泽文鼎上来顶一下米拉拉斯的防守位置 这对于防守倒是有帮助 你看 怎么能传像老大爷一样 你看多像成练老大爷 先拉拉手 甩甩手 我觉得阿鼎这个位置真的可以多用 有好几场把他上场以后 他的重点看法是非常管用的 对 他的篮板球 他的卡位 他现在就是有时候进攻不坚决 对 如果球队把他作为一个高位的侧应点 如果他还是带带在低位去做一些更多的配合 他阿鼎是个非常好的传球者 没错 没错 低位 摘腿打 好 怎么顶 看他胳膊还没拉开 胳膊还没拉开 老大爷还没热身呢 这个动作倒是韦夫习惯的动作 对 但这一下子没劲 半场比赛还剩下33.2秒 场上现在是53比59 几码罚球 半场球队得到60分 在第一节比赛 上海队只得22分的金方下 这个结果已经是 第二节已经是打爆了 非常高的得分 第二节我们得了39分 几码队这防守呢 也就大家也就懂了 也确实是有点稀松 那个15比0打了一波 哇 这个很高啊 他教练 教练个很高 很高 他这个教练啊 当年在皇家马德里的这些俱乐部都打过球 2012年到14年真的是西班牙国家队的主教练啊 感觉他有多高啊 应该有2米 2014年奥运会 中国队在盘小组分组的时候 我们盘一盘说塞尔维亚应该打不过啊 02年的世锦赛冠军 西班牙队这个队不是很强 我们可以考虑打一下 其实之前欧洲强的都在东欧 对对对 都在东欧 那个前南地区的啊 都很强 包括那个波罗地亚三国 那个几个都很强 立陶宛 结果奥运会 04年压的奥运会 第一场碰西班牙打完之后 打到姚明怀疑人生啊 乌宇再转 乌宇好球啊 这进攻还剩10秒 零度角三分 投进了 投进了 戴怀博 大个投手 2米08的投手 上海队叫了一个暂停 来布置这个 11秒的进攻 不错 这是一个好的改变 我们的教练组 在赛季的进行当中 也在不断地在调整自己 我觉得啊 这点我觉得我们 也是有一说一 戴怀博 去年深圳队打上海队的季游赛 就是这样啊 他这个点 当时有关键三分投入 对 但是深圳队今年因为要锻炼新人 把戴怀博放走了 但是包括深圳队内部 当时也是有 有有有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 为什么要把他要放 对我觉得当时我知道那参呢 我觉得很惊讶的 因为他打的是非常不错在深圳 是 戴怀博 去年深圳队离队的几个队员 一个戴怀博 一个前锋线上的赵洁 另外呢 还有到了上海队的罗汉琛 那么罗汉琛确实其实在球队后卫线上面呢 因为余德豪打出来了啊 那么跟他的他的上场时间是不多的 包括赵洁 赵洁因为受伤 这两年他的进攻上面衰减比较厉害 戴怀博确实离队 对 我们没想到啊 11秒差5分 看看怎么不止啊 你往里走 董汉琳 哎呀 5秒 5秒尾利啊 好像没那么没那么快吧 对啊 感觉这5秒应该是不到的 5秒尾利一般 一般情况下是裁判要给出明确的手势的啊 那这5秒感觉来的有点虎 我感觉好像5秒应该是没到 是是是 4秒差不多 至多4秒 至少可以名 至少可以再有一拍 对 那对方球权也丢了 11秒完全够对方打一个了 嗯 我闻为福 要掩护吗 菜亮单防 不要 提前夹击 斯文鼎的选择啊 真聪明 这个就算他防布鲁格斯的方法是一样的 斯文鼎 真是我们说这个这个球伤 这个智商啊不得了 提前夹击 他那下不提前夹击呢 估计要过摘役了 对啊 半场比赛结束 上海队的第二节打得相当不错 第二节得了39分 下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欢迎各位回到五星体育 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卫星直播的2017到18赛季CBA第14轮的常规赛 吉林九台农商银行对阵上海哔哩哔哩哩 上半场的比赛呢 在两队这边 汪维福和卡尔兰德里带领的这支球队在第二节让上海队拉开了比分 虽然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刻 球队呢是靠着上海队进攻当中的一个失误 获得了再打一球的机会 但是上海队成功的防守 没有让对方把分差进一步缩小 目前是61比56 客队领先 文为福 今天强强对话 山东在赌场赢了 广沙目前21分呢 是 怎么就花了呢 这个太厉害了 广沙有时候是会这样 他大客场啊 包括有些重点比他有时候突然会封 对 他几乎在经常就看着好像第五场 大家都觉得发足了力 要天王山要怎么样 要打得这个头破血流了 结果他上来输50分 还真是 你看前四或者前列的球对广沙的特点很明显 对对对对 他关键的球顶不住 嗯 蓝的脸 反规 判戴怀博 这个一走的磕在了 磕在了 明拉拉斯的头上 打到现在 明拉拉斯拿下了27分 弗雷戴特19分 明拉拉斯又是11中8 明拉拉斯的命中率 嗯 这个是令人佩服的 是 但是你打再好呢 你这最后一切还是 还是还是求要给寂寞 没有特殊情况 一般情况还是他休息 小董 哎 哎 双方犯规 双方犯规 带怀博犯规不少了 这就连续两个了 带怀博四次犯规了 啊 师弟本身减少些失误 吉林的进攻套路并不多 是 他打的最顺的 就是两个外面之间的一个串联 没错 翟毅 打维福 好球 哎呦 这个右手啊 没挡 哎 就转身100分啊 这个翟毅往这边转 是很少转的 很少很少 基本上是往那边转 是 还剩1分 哎 那伟福这一下反应也够快啊 哎 翻过来那一下 嗯 反应够快 翟毅 好球 要打回来 哎呀 差点运气 这两个不夸是夸的漂亮 翟毅这个选择呢也是出其不易 江苏德比那边肯迪亚63比48里 先同期 同期看来不行了今天 两个队是有些差距 是啊 小董 哎 快攻最怕的就是基地球 基地球呢 和平时球数是不一样的 打的点又很难打 基地球可以去领人 但是你要一旦传到快下来 正好或者靠后一些 嗯 那就很难接了 是 对 回复 好球 反超比分了 62比61 对方上来这一截连得6分 来 秦范 启博 好的 嗯 反跑 打成 《技毛》得分上20 这种传接球要更多一些就更棒了 金马二加一打成 外线三分 戴怀博 这个点不难 对对对 这个是他不应该的 因为他没有处在一个补防的位置 对啊 只是说没有注意 就是漏了 金马二还一个 来了 利用掩护接球投 这个打你打的会轻松的多 你别让他那么运球运18秒让他投 对吧 对 好 好 好 我们下今在中场休息说 对方的教练是给季莫的一个态度是 嗯 让他多传球 是 那我觉得好像 如果让一个得分王 重点球员 那是多传球 我觉得真的很难做的 小董脾气失控 小董脾气失控 你可以让他多打两分 少打三分 那就是不错 小董失控 对 这种犬牙交错的时候 这种错误是不应该的 是 连续两次反规 再看 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是 这个球你 你其实一个蹭跨步 过去了就完了 躲你就不行了吗 没有任何威胁 一个回合打上来 这三个反规 寂寞的防守呢 你确实是不敢攻卫的 实际 真正一个好的攻击后卫 像这么打寂寞的话 应该是还有 满战有优势 他的精力呢 主要放在进攻当中 你指望他防守啊 注意力那么集中 做不到的 是 对 崔敬明 都说外甥像娘舅 好像和孙军不是很像 外甥像娘舅 外甥像娘舅 是这样 我和我娘舅长得挺像的 是吧 对对对 我感觉我不像 又又扯远了 你刚说完我想了想 感觉不怎么像 够远 对方传了一个空位 还好没头见 又有一篮球 不 米达拉斯他根本就不顶人 我们说篮板球一定是先顶先顶 踩抢 嗯 他根本就不顶 是 这个我觉得篮板球我们在抢的能力上 的确是有些不够 是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主动的一些东西 还没到比能力的时候 对 你在能力前面 你这个积极性专注力上面 先要提升 还好小罗刚才这下是两分打进 今天罗汉琛进攻不错 嗯 这场是打出来了 嗯 为福 带转 还是带怀博 不能放他呀 真是准 而且他的出入点又高 仍又高 够不着呢 对 你一般的外线去差个两米去跳的话 几乎没什么影响 这样的队员打完挡拆之后呢 你这个防 你如果还要坚持防持球人夹击的话呢 你第三个人一定要赶紧转到他那边去了 哎 哎 怎么了 是谁捧了一下 是戴 是戴怀博吗 啊 哇 四个打五个 四个打五个让人进个三分 哎 嘿 让崔晋明进一个三分 那还多个防守人干嘛去了呢 戴怀博刚才这是怎么了呢 啊 好像是牙齿出了一点问题 再看一下 这是罗汉琛 这倒不是个故意的工作啊 对对 只是撞了一下 但是 对面这三分球啊 这一截 国内球员连中三个 打到现在 在三分球方面 对面现在已经是扔进了七个 十九中七 其中戴怀博三中三 崔晋明 四中一 我们无法留住历史 但有一种尊贵可以 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所住尊贵如初 天真共权 至真之选 金共权 你的新世界已上线 二人世界路线规划中 开启美食宝典 要送升级幸福感 切换制勿扰模式 安抚孩子中 全新一代凯迪拉克XTS 打开新世界 Cadillac 五星体育CBA赛事直播 由欧贝清咖啡因洗发录 特约播出 暂停回来 上海队进攻篮板球 进门 主要还是我觉得 首先解决防守的问题 进攻打到现在得七十分 问题没有那么大 还好 今天罗汉琛是睁开了 罗汉琛目前为止 替补登场 已经是拿下了十三分 这个是个好的现象 就是第三个点来了 哎呀别下手啊 他上不了 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到罗汉琛今年的这个很多球迷批评这小罗各自身材的问题啊防守的问题啊包括这个串联进攻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对小罗要宽容一点啊这个上海队引进罗汉琛的时候原来是作为第一替补后卫 人家本来来是作为打这个刘小宇休息的时候打第二阵容呢因为刘小宇这个突然离队呢他必须拔到第一阵容他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嗯 所以他今天打成目前这个样子已经比我们想象的好一些是是是 反调失误哎呀怎么能过蓝德里去给纳拉斯这个不可能的是全五个一定是五个没的对 因为蓝德里首先在力量上面他顶住纳拉斯这球不干扰球没问题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 好 只要球不是半个在框里头你从里头把他往外捞都没问题 好的 进攻篮本球张兆旭 其实对方内线的篮板也说实话也很一般是 你戴怀博并不是一个很很好的篮板手啊他只是很努力是 是 蓝德里 你这蓝德里的侧翼的两分球命动力不高不准对 哇 鸡马这么扔啊 他的开火球是无限的 怎么扔都不为过啊 有种吃自助餐的感觉啊 你这个三文鱼你吃不完你拿十斤人家也不好说你 你吃不完可以带回家 带回家太没素质了 不是 我说是寂寞就可以那种 我吃饱了没关系 那我今天还能拿一点没关系 有这个权利啊 是 这一节吉林队的犯规呢也满五次了 好 好的 这次机会跑出来了 漂亮 金木尔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看随着赛季的进行 他在篮下打板的感觉比上比去年好很多了啊比赛季开局阶段好很多了 好 回复 走步吧 走步 这这这这这掉沟里了啊 张道旭这一下补了到位 掉沟里了啊 赖回博 他这么打张道旭真打不了 对 但是那个动作我们看得出张道旭真不补的话 把明大蛙是吃得干净 是 绝对吃得干净啊 一个转身就没了 是 这真是 现在大家呢就越打越感觉到去年啊 嗯 押不再来的作用 嗯哼 好球员不一定非得看数据 嗯 来 回复 后场发球啊差点输 还是掐鸡脉啊 在街球的位置上开始掐鸡脉 对 回来三个人啊 太亮运球过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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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其实刚才张道旭呢 索性就往篮下去了 不要掩护 小罗 没回头看 嗯 好球啊 你看 又又吃半斤三文鱼你看 这个 转了两圈 还得还得胯部拉杆 真是 哦 哦 两分 韦福的手感来了 韦福当年打起球来是 是麦迪球他也不传 嗯 姚明球他也不传 他现在自己来啊 我现在有这么两位 一个他一个麦克詹姆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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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兆旭换下来 嗯 第四节应该还得用 是 让他歇一会儿 让他歇一会儿啊 这段时间应该说 他的内心的保护 包括形状的二次进攻 都是不错的 没错 如果从技战术考虑的话呢 那应该让他再打一会儿 嗯 可能考虑第四节他要打整截啊 让小董打 两罚全中 哦 要夹击 撤 哎呀 没中 还是漏打 防完第一下之后啊 第二下都看了 嗯 实际我们在最弱侧的那一端 还得收过来一点 嗯 可动 哎 好球 好球 对面这个和 蔡里龙和米拉拉斯两个人卡位啊 也卡摔了 蔡里龙是甘肃的运动员啊 但他是江苏青年队的 哎 甘肃的运动员不多的啊 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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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江苏队打 就是 到21世纪打成年队 第一个就是青年队培养起来的 外省的运动员 嗯 江苏青年队很少到外省运动员 对 江苏的确在计程方面的培训 是非常厉害的 哎 哪天出过宁夏的啊 那个省就更小了 哎 真是 宁夏的运动员我们还很少 很少见的啊 很少见的 很少见的 多了 整个中夹的畅动员 尽量是非常厉害的 现在已经是指振养了 一个大厨 第二个厨 大家先指振养了 你们去buchadre 还要三分 坚哪 强还能抢得进 抢都能抢进 所以这个感觉有点难的 是 这球其实是跟着防了 没有完全失位 这一截 吉林队这三分球太准了 米达拉斯 强要两分也打进 第三截还剩下一分钟 微服 没有长篮板 对面的 蓝本里这球没打进 但是还是在远端在弱侧漏篮本球 那米达拉斯舞犯了吗 米达拉斯舞犯了 还算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坚持到现在 是 这一截打了一整截 一次犯规 上海队这一段时间三分漏 漏篮板 按道理说你这两头至少你得估一头 现在这两头一头都没估上 你等于是外线也没掐死 三秒区呢 你保护得也不好 米达拉斯 裁量 呦 小董这动作啊 裁判真是感觉那气都上来了 没吹 再打不进的话 其实也会更憋屈 这些窄一三半打得是不错的 是 这一乎 这里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就是 还两 attraction 这一会儿 没吹Hi 交Music 这很可怕 这不需要 我们还是要 因为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学习 所以我们不是我们学习 太ism 教育員 当时兵 那安排 我答不需要 所以丹杰现在输出去十分很致命 千年更迭 与时间流淌中 锁住那份尊贵如初 此刻与你初次相见 天真共权至真之选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天窝集团金共权特约赞助播出的2017到18赛季CBA联赛 九台农商银行对阵上海哔哩哔哩的这场第14轮的联赛马上要进入到第4节 上海队目前是落后对方5分 明拉拉斯今天属于他的任务应该已经完成了33分5个犯规 两节半的时间 还是董华林先打 董华林身上也背了5个犯规 也是5个犯规 先到翟翊这边 进门 再转 翟翊应该往里走走 是 如果往底线一插的话 他因为本身三分之命动就不高嘛 索性往底线走一下 是 可能两分球的把握度会更大 哦呦呦 南板 哦 还算是拿到 董华林 回复 这速度真快 这个加速一看就不会给了 一定是要自己上 罚两次 手机 两发两中 对方又来全场 但是假的 就是掐你发球 回到半场还是守盯人 小董必须得打进 这个节奏对了 他这个点一对一单防 对面戴怀博是防不住他的 但关键是你自己机会 你要把握住 要把优势转化成得分 戴怀博有五分了吧 戴怀博五分了 早点把戴怀博打下去 减少隐患 他留在上面 就是代表三分威胁 看这就是优势 没转化成得分 去年打击林的可以说 是不该丢的丢 对 那今年感觉是要 啃一块是一块了 必须赢的 你现在非得赢不可 小董两发不中 今天目前还是零分 有福 冷球还不错 集体篮板 吉马推 先犯规 先犯规 吉马尔失忆 这是对方拽衣服 这是一个围体犯规 吉马尔你别每一个都想裁判 怎么叫 太多了 他太多了 是 要的太多 祸 急了你不是不给我吗 你不给我我自己拿啊 你两分不给我是吧 我要三分 投完三分还输四分 是啊 上一节单节输了十分啊 这个并不跳 还是侧身 都那么远 还得扣进去 身体真棒 伟福王 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2005年NBA选秀 第二轮第九顺位 被胡仁队选中 在NBA打了八个赛季 好球 寂寞的 好球 又来了啊 又到了第四节时间 现在寂寞手感是不错 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演啊 这个关键是最后三分钟啊 先胖不算胖啊 先胖不算胖 那什么时候算胖 这叫下一句叫后胖压 压他床还叫什么啊 我也并不明白这个逻辑在哪里 对啊 我都都胖了 还不算胖 嗯 哈哈哈哈 摘毅 这种球我就看着怕犯规啊 放手放手 但这种侧身去跳呢 如果不碰对方 嗯 那给对方影响很大的 是 扩得非常大 哎呀 他懂很特别啊 小董 打张标 起不来 今晚撤不投 哇厚 越投越难了 哎 我现在就是用神仙球 嗯啊 先放大招 放保险 这就是神仙球啊 没任何道理啊 嗯 打那个射击的游戏的时候扔一堆雷啊 嗯 金毛 好球啊 摘毅 也不上啊 还好 罗汉春这下球投进了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难投的 对啊 前面还有网友说对面这个教练胡安长得像乔布斯啊 哦 神似啊 神似啊 神似你得换一个高领毛衣 对 你穿西装不险的 哎 哎 韦夫这么打的话 好现象 哎 有点急了 好事啊 对面现在还是用蔡理隆防 就是用高个用前锋防 还有三分 没有中 哎 又是一个篮本球 哎 半截篮 哎 这是张彪的特色 嗯 怎么没投进呢 但这种这种简单传切打进也问题不大 对 就怕这种 一直在一直在转的那种进攻 会打得更活 吉林队被上海队还了一个9比0 好球 小董打成犯规 关键是要罚进 对面要换大霸员上了 因为觉得这段时间这进攻呢 打得比较混乱啊 换上卡尔兰德里 也要换上崔建明 自己的确是对啊 你看他现在上队进攻 董哈林做个支点 一直都往内先攻 嗯 虽然说造犯规不算非常多 但杀杀里还是有 是 城市积末的外线几乎都来了 韦夫现在手感不顺 那换然然德里是个明确的选择 是 呃 呃 呃 小兰德里其实和上海队也有过渊源啊 不过不是他本人 而是他的兄弟马库斯兰德里 在 呃 小兰德里来上海队的时候 当时 这个原本是 原本是 大家对他记得这个期待是 是不错的 上海队先后是牵过兄弟大 牵过小兰德里 小兰德里还牵过小面煞骨 小球 小董终于是罚禁了 换回张兆旭 那小董这一段攻击还是不错的 嗯 把对方的阵性打得还蛮扁的啊 现在 让张兆旭上来 那是控制篮球控制篮的理 对啊 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对位的换人 对方走过进攻打得并不好 嗯 这就是浪头了 嗯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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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金本感觉要扔啊 突破进来 好球 好球 不容易 终于是 发现了在三秒区里即将伟立的张兆旭 国安叫了暂停 别说这个教练五十多岁了 这个身材保持得真好 嗯 嗯 这可能西装吧 西装可以挡些肉啊 哈哈哈 但是 这是 这我穿上西装还是挺胖的怎么办 嗯 你脸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德国欧费清咖啡因洗发录五星体育战略合作品牌 我们可以跨越时间 向前探索 却无法超越时间 留住历史 但 有一种尊贵可以 贵为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于时间流淌中 锁住那份尊贵如初 此刻与你初次相见 天真共全至真之选 加油 赞紧 赞紧 5 5 回来 7 0 3 5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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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还是让高士岩在场上控球 高世炎加上崔静明 地位拦个脸 转蔡理龙 蔡理龙有三分 这投了好几个都没进 多投多投总是会进 蔡理龙在职业生涯早期 是一个小个四号位 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二号位 宅毅打蔡理龙 宅毅力量有优势 也没打 跳步 好球 没问题 没问题 小胖示意赶紧起来 来那里 还是干拔 在那里这段时间投篮成功率不高 嗯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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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分的领先 你看能保持住吗 四分 四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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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要么不出手 那出手那差的真是快 就印象里 马步里切 这些 金木那个 是 也是 你说裁判根本没法吹犯规 是 是快啊 是 不好借金 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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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行 有趋车 16罚全中 厉害 CBA曾经深圳队签过 有一个美国的白人的投手叫阿霍恩 他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罚球记录 在NBA连续160罚命中 连续160罚 就多场比赛了 那个是一个NBA的记录 他的NBA如果不打到一个主力位置的话 160个他要经过多少场球 一场就你算 算6个我觉得了不得了 是 160个至少 很厉害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但是他在CBA我们亲眼见着他罚丢了球 嗯 水土不服 裁判还是给了 吉莫的罚两次 是 还是给了 还是判高石岩 嗯 高石岩五次犯规今天拿到10分 今天吉林队就像是那个精细挑滑车一样 对 吉木尔进行车轮战 高的矮的 嗯 都有了 高矮胖瘦 前锋后卫 什么都来 18罚全中 嗯 最厉害 厉害 厉害厉害 这边就是专制蓝德里 小总上来呢 在持球进攻方面可以多一个选择 防守啊 我的天哪 马克力下呢 的确在蓝底就是不是一次显现的 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张兆旭至蓝德里呢是一针见效 对方呢至这个上海队没有张兆旭的内线 也是一针见效 哎 董汉林 那给谁啊 哪边球 哪边球 给了犯规啊 不是吧 给了犯规 罗汉春犯规 这动作不至于是犯规吧 哦应该是指罗汉春碰的 指他 应该指他对 他那个右手手指是伸开的 对对对 不是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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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犯规的话这动作弹不上 对对对 为服 还是坚决加击为服 这一下呢 小罗犯规了 总感觉有点悬 好 比赛 比赛打得真胶着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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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比103 里边球 底线裁判示意是一个前场球 上海队如果这么有把握的话 可以申请录像挑战 而中央裁判呢 过来和底线裁判商量一下 看看改判吗 要看 上海队申请录像挑战 实际可以看吗 对啊 你攒着干嘛 对啊 很多场都不用了 完全可以看一下 哎 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啊 实际啊 那应该是改判了 哦 没有啊 是实际双方教练过来看啊 这你看这这俩教练啊 一个是内线一个是后卫啊 对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哎呀 这真是好像真是戴环伯铺 球是从戴环伯手上出去的 但是是否最后还碰倒了换撑 是个 放个角度 看不清楚 这个角度看不清楚 角度不好 角度不好 现场用这个一般的标轻的摄像机呢 你只能看到24帧 除非是别的角度 用这个超高速的摄像机才能看得更清楚 宋小静好像也很难去界定啊 来 换个角度看看 然后呢 然后 呦 感觉真是擦着罗汉春的小臂下侧啊 太难界定了 换一个角度 你看看 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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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好说 可能走步还是有可能性 有可能是 你看裁判感觉 哦 裁判改判了 改判了 宋小静 嗯 最终认为呢 这个球是戴环伯将球捕捕捷结万 108比103 对 这样也 对 既然我看不清 就选择我能看清的地方 哦 就是根据看清的这个地方 我来我来交代 对吧 因为后面是对半对半嘛 那我之前是可能确认的 对 对 呃 李导 你这个这个思路是是是是是是正确 反正我最后一下看不清楚有没有碰 那我可以看清楚的是前面那一下确实是你碰 对 差点又五秒啊 宅毅啊 金门 哦 别这么扔啊 嗯 别这么扔啊 哎哎 我一服 哈哈 闷头晕 嗯 哦 这球回头啊 哎 哎 董汉林这交代没犯规不用交代八秒吧 心虚啊 还是心虚 但是这球裁判确实可以怕 是 展翼再转 基本上慢三步 会打聪明 这下打到110比103 对手暂停 我们无法留住历史 但有一种尊贵可以 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所处尊贵如初 天真共权至真之选 金共权 德国护发科技 当头发生长衰退时 越来越多的男士选择欧贝清咖啡因洗发路 洗发过程中 咖啡因会渗透毛囊 为发根提供活力 欧贝清男士咖啡因洗发路 德国护发科技 不分白天 黑夜 无论这里 那里 风范让世界勇敢创造 新美式都会SUV 凯迪拉克XT5 轻混动车型 全新上市 Cadillac 无形体育CBN赛事直播 由欧贝清咖啡因洗发路 特约播出 乌安维福今天拿到20分 7个篮板和7助攻 第四节还剩下2分09 这一波打得非常不错 把分弹拉到7分 时间在缩减 但分数又拉到3分 7分还算一个安全的边际 可以把进攻节奏放一放 不用打太快 老师妍 再有3分球 这个把握度 我觉得是不高的 吉林队的选择也不好 对 也不好 他真的能觉得金队能打 能能打握的 杜伟夫跟大海伯 挖起3分球 其他几个今天最后一半 是 好 上海队这个套路还不错啊 通过三人之间的连续的环形跑动 扯出机会来 让金门接球 这种球呢你即使打不进 你也有利于球队抢篮把 怎么顶 退防 打进2分 对面开始全场防守就是你金门接球 都不让你接 哎呦 哎呦 还好是摔了 不摔这一下 对 2分就出去了 是 进攻还剩6秒 微服防 再转移 看这场3分球 没有投中 没关系 我觉得投不进没有关系 是 就还是得坚决投 得防住 是 再要3分 哎呦 108比110 又变2分了 嗯 崔静明 比赛还剩50秒 3分 帮助吉林队守住全面 好 看看将来怎么布置这个 这波进攻啊 哎 啊 这个 我 我我们五星体育广播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评论员嘉南发来留言 他说 先胖不是胖 后胖 压他抗 那看来是一个北方的 业 啊 先胖不是胖 后胖压他抗 然后 嘉嘉南的这个 ID 叫我是胖素 他嘉南看来对胖 很有研究 啊 嘉南不仅对胖很有研究 还对于发际线也非常有研究 啊 你怎么说说发起来看我干嘛 我以为我以为你会你会带上你那个很有默契的微笑 我发现你会逃避责任 不让嘉南追杀你 你居然装没听到没心懂啊 有些事不该接就别接 是吧 他就这么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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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50秒钟110比108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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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才换过来说 你球没最后两分钟啊 球没发出来无求犯规要 要判围体的啊 对方现在没有必要去犯规的 是 毕竟是差两分 哎呀呀呀丢了 哎呦 還给了犯规 但这个围体应该还不上 哦这不是围体的 这还是明显笨球区的犯规 一个战术的进攻 居然在一开始就失误 108比110 先犯规 先犯规 这就没问题 确实过了这掩护之后 这一刹车宅艺没收住 感觉应该是用菜量跟宅艺 是一人防一截 第三截菜量防 第四截宅艺防 第二阪应该也是宅艺的 对对对 轮轮很明确 怎么得 对面也放也失误 天呐 又是阿顶的防守造成的 对又是阿顶的防守 他有点冒风险 也是从背后捅的 嗯 背后捅的是很容易造成犯规的 呵呵 在打的 这个两个队啊 失误对失误 嗯 金马尔 对最用围服防 围服啊 就单挑啊 这是把 这是把在 这是把在纽约街头 芝加哥街头 单挑的这本事拿出来了 哎 这教练级啊 这上位以后指挥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这下 这下是犯规呢 因为这一节九台农商银行对犯规已经满了 直接让金马尔罚球 金马尔48分 天呐 CBA历史上最可怕的记录是姚明当年的总决赛24投24中 嗯 在这个姚大神的这记录面前其他人我觉得都不算什么啊 这点是姚明和他之后去CBA的这些球员除了一千年以外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真的统治了CBA他才去了别人啊 这个不管是周琪还是孙悦啊都还没做到他的那个地步 这时我们看张彪在对抗之下其实这运球几乎已经过肩了 那孙悦去那段时间我觉得他的他的号神呢一直在美国 嗯 他的接触多了 嗯 他的机会多了 对 看看这名西班牙的名帅固制的进攻套路是如何 嗯 首先看他站位怎么站 也是攻击手站第一位 矿位呢是站在离球最近的地方 是 是 这两点是比较基本的 并不繁琐啊 嗯 张彪 也是打得很硬 忘礼打造成了宅邑的犯规 是B啊 嗯 B啊 嗯 算盘B 论文通过 把itéoned 合法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这也要换汤不换药 不换 这要换个人 哎我这方子还是一样的对吧 千锋上来防洗碗 比赛这最后时刻 双方都运动战得不了分 就是互相对抗 这就有多用这种连续战体 也可以过 对 因为我进攻打断了 然后可以再去布置下一个进攻 CBA没有像NBA那样规定 最后参议中一个队 现在只与谁交两个战斗人吗 NBA暂停你把它做得极致 你不喊到底还得让你停 是 你这个不停 你这个广告怎么播出去 而且他那个暂停 你说短暂停20秒 长暂停两分钟 那两分钟远远不止两分钟 他原来是有75秒暂停 和60秒暂停 但是今年全部都取消了 全部统一了 包括把短暂停也取消了 这也是因为有人投诉 这比赛实在是太磨蹭了 呦 这发球失误 天哪 好了 那 没问题了 这比失误啊 这看来上海队还得向吉林队多学习 他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 底线球怎么可以去胸口去传的呢 是在头上传的 是 这一球呢 我就不犯规了 好 对方最后一个暂停 没有能够打成 让上海队最终是在客场114比110 战胜了吉林九台农商银行 获得了球队近五轮联赛以来的第一场赛 真不容易 这一个客场我们在进金融赛的那些赛局 强势的赛局未必能赢他的 对方最后这两攻 十十十五 没错 我们接下来的下一周 我相信就想说 这场赛会比赛 谢谢